而苗烈在历经18天的沸沸之乱 最终是让它落网了 但是呢 等到的却是一具冷冰冰的遗体 现在大家都非常好奇 为什么会从猎捕变成了猎杀了呢 农业局更被发现 其实他们的作业流程大有问题 28号上午 沸沸就被送往了北市动物园香宴 可以看到局长大动作的带头鞠躬送别 沈沈于鞠躬桃园农业局局长带队 向沸沸敬礼送行 在目送她被抬上车 由洞保处人员转车护送 前往台北市立动物园 昨晚检查 在起程序淡水农委会解剖 要瞧清楚到底谁害死沸沸 毕竟说好的幼虎竟然成了猎杀 时间回到27号下午 但此时的沸沸早已全身贪软 横得放不进去 值得立起来用到的 微观民众笑得很 害拿起手机拍照留念 只是仔细看 明明网子都被染红 却没人发现 沸沸不反抗 不是因为被麻醉 而是因为受伤 大家居然还粗暴地拉扯 装着沸沸的网子 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衬 真的成了沸沸最后的身影 她在桃圆床荡十八天 虽然最后农业局顺利抓到她 但因为伤众不治 成了一具冰冷的遗体 原来沸沸当时左伤众 但却因为网子套住 没有任何人发现 发现她身上流血受伤时 已经为十一晚送医不治 她大教授叶秉承特别做了一张图 表示要悼念她自由的灵魂 吸引上万人按赞上前置的分享 各界纷纷表达对沸沸故事的哀伤 演员李维维本专台湾观察员 都发文感念表达对处理方式的不满 许多民众也表示很难过 祝福沸沸在天上自由自在 以后不会痛了 沸哥你得到你要的自由 有人替沸沸声援 指引为何要用猎枪 生命何其无辜 还有人感叹自由的代价好大 菲菲在桃源啪啪走超过半个月 所有民众都关注 她又跑去哪里玩 谁能抓到她 但是也没有料到更无法接受 最后竟然是悲剧收成 菲菲的自由行不仅被强迫结束 生命也跟着划下句点 第九度报道 好我们谢谢教委 这个逃亡了十八天的东菲菲菲 最后还是伤众不治 很多的人都非常的不舍 我们带您回顾 她长达四十公里的逃亡路线 早在十号的时候 她在桃源逛大街 就被民众给发现了 而之后呢 是陋陋续续的出现在平镇 还有扬眉新屋一带 里长也围捕 但是呢 还是被她逃脱了 这与菲菲到底是从何而来 不排除是民间饲养 目前菲菲的物种判定报告 需要一周的时间 但是清源鉴定至少要半年 才会知道 这个菲菲是不是私人饲养 大逃亡十八天 菲菲竟然蚕死猎枪下 回顾这两个多星期来 菲菲前后跑了四十多公里 现踪多处 二十三号中午 菲菲平正逛大街 骑士路过好奇回头 骑士早在十号就已经出现 发现民众还被笑说 没睡醒看错 只有出现在竹林 菜园等处 大家才惊觉 待机大雕 那因为菲菲直接进到果园里面 采这个佛手瓜来吃 那其实早在前两天的 我们隔壁里的里长 就已经有发现在他们里上出没 守望相助对仕途围捕 但菲菲聪明逃走 里长还划出围捕路线图 仔细看光在平正的足迹 就一路从南往北跑 甚至还跑到阳眉台铁 富岗基地被窥要找工作 还是想搭火车跑更远 六福村的那个人员 本来架起来 那个麻醉枪要射他的时候 他就跑掉了 只是这菲菲到底哪里来 第一时间两家动物园 新竹六福村跟台北市立动物园 还大动作清点 没有动物不见 桃园也说 野生动物饲养要登记 调查桃园 没人登记饲养菲菲 不排除是民间偷偷养 还不确定他身上有没有津片 那我们现在做裁检 主要也是希望说 后续如果要去厘清 他动物来源的时候 可以运用上来 菲菲的死亡解剖报告 大约一个星期时间出来 但清源鉴定结果 至少要半年时间 才能知道菲菲 究竟是不是私人饲养 菲菲离世 还得饱受折磨 记者综合报导